第九章 毁灭下的感悟 接受贝迪跨入五阶后 乌黑皮肤上本就有着血色纹路 而此刻伴随着贝迪的嘶吼施展最强之法毁灭时 这些血色丝线纹路竟然在贝迪的身体表面游动了起来 紧跟着更是游出了他的体表悬浮在了他的身后 巨大的血色纹图悬浮贝迪身后 贝迪身体表面再没有一丝血色纹路 侯医生宛如从无尽幽远的过去发出的怒吼响起 贝迪身后的巨大血色纹图却是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血色纹图就好似骨架 此刻迸发出的光芒就好似皮肉 正迅速凝结化为了一巨大的有着两头颅的戒兽光影 以血色纹图为骨架所形成的戒兽之像 散发无尽光芒耀眼夺目 毁灭戒兽贝迪发出怒吼 毁灭他身后的巨大光之戒兽也发出怒吼 吼声彼此共振 共振的吼声甚至令一直透过一面虚空观察的罗锋都灵魂一颤 贝迪的右手猛然伸出 身后的巨大光之戒兽同样伸出右手 哇 右手五根手指一个个换动顿时引动时空 轰隆隆至一巨大的无尽耀眼白色漩涡通道凭空诞生 他的光芒之耀眼比之恒星光芒都强上一万倍 去 贝迪的右手猛然一推 身后的光之戒兽也同样一推 这条耀眼夺目的白色漩涡通道旋转着 疯狂朝前方冲去 锁过之处 一切绞碎 昂漩涡通道一边前进 一边自身还在旋转 这股旋转的力道便能绞碎一切 哼 那无尽的坚韧枝叶墙壁 直接被绞得完全分散了开去 无数藤条枝叶疯狂收缩 笼罩千亿公里的巨大藤叶枝叶组成的球体 瞬间解散 又收缩回那一抹绿色的植物宝物 千丝泽 漩涡通道 看似缓慢 可那是时间近乎停滞产生的效果 它实际快到极致 穿透了千丝泽的束缚后 直接冲向远处的罗锋 远处在金色浪涛上正有着一尊九层塔楼 罗锋已然进入了星辰塔内 虽说对自己硬抗下这一机有把握 可罗锋也不敢莽撞 死吧 戒兽被敌 遥遥盯着罗锋 两颗独眼中都有着期待 星辰塔内的罗锋 同样炽热看着那冲击来的那一条耀眼夺目无比的漩涡通道 毁灭 这就是毁灭 戒兽六个阶段中最强的一招攻击之法 蕴含部分毁灭本源的 罗锋被震撼了 若是实力差些的真神恐怕看到这一招只会觉得威能大到不可思议 却看不出这一招蕴含的奥妙 罗锋呢 他却看出了部分奥妙 虽说他也是真神 可实际上罗锋现在能够自创出十一阶顶尖秘法 可以这么说 他在境界上不亚于一般的虚空真神 他只要愿意完全可以令自己的小型宇宙迅速蜕变 蜕变到更高一级 而后自身成为虚空真神 成为虚空真神 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不难 只要在境界上能够自创十阶顶尖秘法 便足以跨入虚空真神了 像元祖便是如此 而神眼真主角和真神混沌成主等 却都只能创出九阶顶尖秘法 想要突破却难如登天 就像宇宙之主们创出五阶顶尖层次秘法 要突破也难如登天 罗锋是达到十万倍神体才成为真神 这难度比成永恒真神都难 加上基础本来就高 所以在感悟混沌演变时 收获自然也大 现在能创造十一阶顶尖秘法 可罗锋敢成为虚空真神吗 他不敢 因为一旦成了虚空真神 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去闯轮回 他将在无对抗戒兽的机会 在他闯轮回时 戒兽却会来吞吃掉他的小型宇宙毁灭一切 原始宇宙破灭 人类族群进阶灭亡 地球一脉以及罗锋的亲人们 进阶陨落 罗锋会允许吗 所以即便境界再高 他也不敢突破 宁可一直停留在真神层次 如此 才能有充足时间和介受对战 这就是毁灭本源 而原始宇宙乃是生命本源 罗锋完全被这一招吸引了 代表部分毁灭本源的漩涡通道 竟然是如此的耀眼夺目 罗锋的双眸 倒影着那条白的耀眼的迅速而来的漩涡通道 这一条漩涡通道的部分奥妙 不断被罗锋发现 而在遥远的黑文石柱空间 千万倍时间加速下的神力分身 则是迅速思索 不断领悟来提高自身境界 毁灭 从未接触过毁灭本源 这是第一次 作为原始宇宙孕育出的生命 罗锋完全沉迷在这一招下 哄 时间近乎停滞下 那无尽耀眼夺目的漩涡通道 轰然撞击在九层塔楼上 并整个星辰塔都不由被震得倒飞开去 好神奇的招说 罗锋心中惊叹 这被敌可没有乌起神 是无语义 血影刀等众多宝物 纯翠翅 裸裸地来 却能爆发如此威能 我若是没有星辰塔 虽说也能挡住 但是绝对会处于下风 漩涡通道撞击星辰塔 罗锋自然能清晰感应 这一招威能之强 迅速判断出 自己能抵抗 只是处于绝对下风 能抵抗的前提是 必须得有乌起神 血影刀 有本事你就一直躲在星辰塔内 戒兽贝迪 争鸣怒吼道 他背后的巨大的光之戒兽 却已经消散 那血色纹图则又融入他皮肤上 错 戒兽贝迪 转头就高速飞离逃跑 他不傻 连毁灭这一招 罗锋都能躲在星辰塔内轻易抗下 那他在厮杀下去何苦呢 贝迪你可是最强的戒兽就这么逃了 后方星辰塔迅速飞来 画画画 金海珠和是无语义都操控着金色的浪涛和近乎凝固的时空 疯狂束缚着贝迪 罗锋极限爆发下的速度本就快得可怕 贝迪又遭到珠般束缚 自然越逃彼此距离越近 可恶 贝迪面色猙獰 气得咬牙切齿 他不敢分解身体 因为他知道 分解开的九十九分身是无法抵抗星辰塔吞吸的 错 星辰塔迅速追来 和贝迪的距离越来越近 贝迪 随着罗锋的一声冷喝 轰隆澎湃的一条神力海浪迅速冲出 直接包裹住了逃跑的贝迪 虽然神力本身没多大阻碍效果 可就仿佛炽热的钢铁扔在水里一样 当神力海浪包裹介受贝迪时 吃吃吃神力和介受之力疯狂对号 贝迪壮弱疯狂 他从出生到如今从未这么憋屈过 他现在也明白了 恐怕这银河领主的神力储量远超他 所以敢用这一招 难道你就想靠这一招杀死我 贝迪两头颅都看向后方星辰塔 愤怒咆哮 有胆出来和我一战 好 一道银白身影 直接从星辰塔中飞出 贝迪顿时错愕 他没想到 这银河领主竟然真的敢从星辰塔中飞出来 难道他就不怕我杀了他 贝迪疑惑万分 刚才修炼到那种情况下 他都快决定施展戒光通道逃跑了 因为戒光通道是终极逃跑之法 一旦施展则必须燃烧戒 令体内的戒至少下降一层次 他是五阶戒兽 如果施展戒光通道 至少得降回到四阶 且必须吞吃超过相当于三十个四阶戒兽 才能再回到五阶 他不逼到绝境 是不会愿意那么干的 贝迪罗锋手持血影刀破空而来 我尊重你 让你在战斗中死去 次大 贝迪更是愤怒 顿时他体表的血色图纹 又再度浮起 环绕他身体旋转飞舞 飞到他的身后悬浮着 开始散发出耀眼光芒 光芒以血色图纹为骨架 迅速凝结起来 化为一耀眼的光之介兽 只见贝迪和光之介兽同样的动作 同时伸出右手 毁灭 贝迪再度施展起了他最强的一招 虽说施展这一招对能量消耗极大 可却不像戒光通道必须降接那般残酷 很好 罗锋双眸盯着那形成的耀眼 璀璨夺目的漩涡通道 极力研究着 为何出来和他一站 就是想要观看这一招毁灭啊 因为这一招毁灭 蕴含着部分毁灭本源 除了在介兽手中外 根本找不到另外的机会来参悟 是这样 乌 罗锋观摩着 神力分身 在千万倍时间加速下仔细剖戏 死吧 贝迪咬牙切齿盯着罗锋 哄 耀眼夺目的漩涡通道 直接碾压一切冲向罗锋 所过之处 一切都绞碎 没有任何能够阻挡 这条代表毁灭的漩涡通道 可罗锋手持血影战刀 却是一动不动 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一条漩涡通道中 光夜 罗锋在最后一刻 突然挥动手中的血影刀 刀光一亮起 瞬间便形成了一条 同样无比璀璨夺目的 巨大有着羽翼的白色光龙 这一条耀眼光龙长上一公里 一片片白色龙鳞无比清晰 每一片鳞片都比恒星要夺目 整个白色光龙的双眸 更是泛着冷漠 它巨大的双翼一阵 便低垂着头颅 撞击向那漩涡通道 轰 轰 轰 漩涡通道和光翼之龙轰然撞击 在境界上 罗锋媲美虚空真神 又有乌起神 血影刀 断灭加持 这一击完全媲美虚空 真神顶尖强者一击 也有毁灭一颗小型宇宙的威能 有毁灭一颗小型宇宙的威能